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各位分享是关于刹车油的更换 那么刹车油呢 它先天上是一个会吸水气 或讲湿气的一个东西 通常我们都知道DOT3,DOT4,DOT5这个规范 那现在一般的车呢 大概都是以DOT4来为一个大宗 不过呢,在一些赛事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DOT5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干湿的废点呢 都来得更高一些 重点是越高的DOT数呢 比如说DOT5跟DOT4来比的话 DOT5的吸湿能力 吸湿气的能力呢会更高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是有激烈赛车的需求 你用到DOT5的一个刹车油的话 没错,效果更好 但是强烈建议呢 更换的周期要增加 比如说呢 一般的DOT3,DOT4 我们大概每两年更换一次 你用DOT5的话呢 最好呢 每半年就更换一次比较好一点 好,那其实换刹车油呢 大家都很多这个原先的观念 因为我们看呢 刹车油,来我们看这边 就是呢 从这个油杯这个地方 油杯自然往下流 它下方就是总帮 总帮就类似一个针筒的东西 往前推 你刹车一踩 它就往前推 推之后呢 它把那个油啊 透过油管压送到ABS作动器 然后呢 ABS作动器之后呢 再分到前后四个轮子 好,那分到四个轮子呢 从头到尾这个管路呢 都是密闭的 不能有任何空气在里面 那我们在换油的时候呢 一定要紧记 不能有空气跑进去 通常空气跑进去呢 一定是源头跟末端嘛 源头就是油杯 所以你千万不要呢 油已经见底了 还在放油 那空气就从油杯进去 然后呢 另外一个源头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卡钳 那卡钳这个放油螺丝 如果你还没锁紧 就有回抽的动作 比如说踏板放掉 回抽动作也会进去 所以这个动作呢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 好,那今天主要要分享 就是说如果以纯粹的机械动作 做的话怎么做 首先呢 先接上这个特工 好,在油杯上 加上一个压力 加上一个压力 1.5到15到20分钟 然后呢 就在四个轮子呢 直接放开所谓的排气螺丝 怎么放呢 原则就是以最远的 离油杯最远的那一缸开式 那以这个车呢 我们是在左前 所以右后开式 走,我们试试看 好,来,这个是右后的卡钳 这个放气螺丝呢 一定在卡钳的 相对比较上面的部位 如果说有特工的话呢 就把这个套上去 没有的话呢 直接转 油应该就会喷出来 因为试试看 看这里 哦,流出来了 因为那地方有加压 那如果不想让它流到处处室的话 你可以去买 这网络算很便宜 大概几百块 就有这样的一个 放油的油杯的装置 我们这样试试看 你看油会不会从管的流出来 哦,流出来了 好,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气泡的话呢 那你表示你管路 你可能有换油管啊 或者说里面有什么渗漏啊 正常来讲 是不应该有气泡跑出来的 好,这每放一个轮子 要再看一下 打的压力还够不够 差不多呢 补到大概 接近1.5瓦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要确定 每次看一下压力够不够 好,我们最后一轮呢 放到 也就是离这个油杯最近的 左前 好,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嘴 先放放看 好,有流出来了 来,套起来 观察它的油量 OK 好,那依照刚刚的方式呢 就是有加压 在油杯那边 然后四个卡鞋的轮流放开 有基本上呢 就已经做完传统的 所谓的换油的动作 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车子 都有所谓的 电子防滑系统嘛 那从早期的 踩刹车力量就来自于油杯 下面的这一个总帮 增压 对不对 Vacuum Booster 到后来呢 压出去的油 经过ABS做动器 因为有了ABS嘛 要做点方的动作 到后来呢 再演发出所谓的 自动防滑系统 就是打滑的时候 没有踩下刹车 但是呢 电脑却会判定呢 自己建立压力 保向呢 右前左后 左前右后 单轮或双轮 来让车子扭回你的 这一个所谓的行驶轨迹 也就是说 这个ABS做动器 已经自己开始有 建立压力了 那更不用说 到近几年流行的 所谓的自动刹车系统 前方 有什么 突起来的东西 车子会自动刹车 像这些东西呢 都是来自于 这个所谓的 precharge 就是油压 预先建立 适时的 把这个dally的 倒到 某一单轮 双轮 甚至四轮 所以呢 这个所谓bypass的 增加的回路呢 如果要确定 能够放干净的话 尤其是那个回路的油 也要有排出的话呢 你最好就透过整段电脑 然后呢 走它的所谓的排气程序 来 我们试试看 连接排气单元 好 好 现在排气程序呢 走到第四个 就是呢 最接近 油杯的左前轮 我们看哈 好 来 开始哦 连接左前容器 打开左前自动前上的排气阀 来 这个嘴哈 转开来 十一号螺丝 我们转开来了哈 好 然后开始 我们听声音和嘴 拿近一点哈 手机拿近一点 噴出来了 好 锁紧 好 这样子就是一个 如果说你有这种 电子防滑系统的话 这样才是一个最完整的 除了呢 油杯 到沙车卡前 也包括呢 这个所谓的电子防滑的自动的 bypass的回路 才能够确定有放干净 来 今天这个单元呢 希望您是觉得喜欢的 下回见 拜拜 好 好 好